本分局于5月4日晚间10时22分许 接获报案 与斗六市石柳路与宁科路一段路口 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事故 警方后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 本起事故经过 系一名因骑乘违电车至越南级谢信男子 故在越南级范南沿石柳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 是事故地点时左转有南路 而与一步沿石柳路西往东方向 执巡于内侧车道自小客车 发生碰撞后 范南倒地于内侧车道 又召另外两步同样执巡十柳路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碾压 范南经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 经警方初步调查三名自小客车驾驶 均无酒驾行事 为电车驾驶限然经十四九车有酒驾情形 全案现有抖六分局交通小队专者处理 已清详细造势原因依法侦办中 警方呼吁民众行车因遵守交通规则 依照道路标示标线及号制行驶 随时注意车险状况 并不得酒后驾车 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自身或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有意义的发展